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YouTube目前正在与定制商品平台T-Spring合作 后者从YouTube售出的商品中收取提成 YouTube的分成比例则更小 该公司没有透露将和其他哪些商品供应商合作 YouTube还在今天的公告中强调了一些其他增长指标 该公司称它目前拥有19亿注册月活跃用户 他们每天在电视屏幕上观看超过18亿小时的YouTube内容 实际上该公司仍在艰难的与不当内容作斗争 甚至是一些知名案例 它似乎也未能及时跟进 最近的例子是 YouTube终于在本周关停了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个五人家庭竟然以 从YouTube平台 重返YouTube平台 并继续制作视频给40万粉丝观看 他们的新频道似乎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毫不后悔 在一段视频中 他们的一个孩子朝自己的复古勾开枪 另一个孩子则被骚扰到崩溃 这个家庭声称这一切都是为了娱乐 但司法系统显然不同意 YouTube允许虐童者继续将他们孩子的视频 上传到平台上 这显然令人无法容忍 转变 枪 一定是制作为了娱乐 感谢观看